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鼓励更多的店家加入行动支付服务 台北市政府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合作 希望能透过便捷的消费模式 吸引更多的民众进入商圈消费共创双赢 进入台北知名的双联圆载汤店里点餐 台北市裁判局长陈娟安立即拿起手机准备付款 由于有越来越多人习惯透过行动支付方式消费 为了鼓励更多店家加入提供行动支付服务 台北市政府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业者合作 针对万芳 四丰街及加纳这三处目标商圈 还未使用行动支付的店家 提供最高六个月的交易手续费减免补助 电子支付是这个社会的趋势 很多年轻人也好观光客也好 他可能不见得到我们的商圈 到我们店交消费会带这么多的现金 但是透过电子支付这样多元的付款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走进店家 那这次台北市政府也特别跟我们的支付业者的平台来合作 那提供了我们所谓的升装电子支付 能够有六个月免手续费的优惠措施 希望鼓励我们的店家能够多多的来升装我们的电子支付 那当然这次我们优先选择了 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我们的赤峰 还有我们万华的加纳跟我们文山的万芳 三个社区去做重点的推广 就是希望能够去增加我们拥有电子支付的店家的数量 那提供我们市民更便捷的服务 这项活动获得三处商圈店家正面回应 目前已经有近300家店家参与 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陈静云期盼 政府能协助店家在转型过程中降低成本 同时让使用电子支付的消费者获得更多回馈 共创双赢 站在政府的角度 就是如何的协助我们各个店家 比如说申请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店家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他不会就是说去托的太多 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如果说我使用这方面的系统 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我想说这是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那站在政府的角度 能够就是说协助我们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平衡 那促进整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也让全民在消费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 受到这样的回馈 觉得消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喜悦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洪文和 这以胡旭张卤肉饭为例 鼓励店家勇于加入行动支付行列 胡旭张张董 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说他为什么愿意给 那个外送抽31% 是因为他认为反正我多了一些客人 然后我少了服务 那我为什么不做这个生意 所以其实多了这个支付之后 会让消费者增加 绝对会增加 不会减少 那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用呢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除了辅导店家踏出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商业处方面更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业者合作 推出多项行动支付优惠方案 消费者只要加入会员 在这三处商圈以行动支付付款 可获得回馈金优惠券等 希望在疫情过后 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里内的学子努力向学 并更深入的认识家乡 台北市内湖区周美里 宇州伪装新安工连续多年 举办颁发奖助学金的活动 今年从小学到博士生 共有430位学生社会 希望孩子们能一起快乐学习 正向发展 得奖小朋友很有礼貌地 向颁奖嘉宾敬礼 这里是台北市内湖区周美里 一年一度的奖助学金颁发活动 想鼓励里内学子勤奋向学 今年从小学生到博士生 共有430位学子受会 比起第一届的90人来说 增加了近5倍 今年是破纪录 史前没有这个纪录的是 430位 国小组就有206位 可见我们这个社区 所有的家长 包括爷爷奶奶 都是非常关心教育 能够借这个奖学金 这个活动的典礼 能够刺激孩子们 给他们一个向上提升的 一个能量 当选里长后级举办奖助学金活动的 周美里长邱丽玲 特别感谢 周伟庄 新安工 管委会及信众与地方 善心人士的经费支持 让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持续办下去 我们大家希望说 把我们的这个 收的香油钱 回馈我们的乡里 然后呢鼓励我们的孩子 在读书方面呢 能够有一些 正向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在这里呢 感谢我们周伟庄 新安工 所有的委员们的支持 让我们这项工作 能够持续 一年一年 而且呢 这个经费也 一年一年的 这个足高 这项台北市 由地区举办规模 最大的奖助学金 颁发活动 获得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 学校校长 和各级民意代表认同 对邱里长的努力 更为肯定 越办 我觉得地方的 善心人士越多 这也提升了 我们现在 整个台美国小 很多学生 大家读书的原动力 来鼓励大家 我们希望 我们每个小朋友 从现在开始 小学 国中 高中 大学博士 硕士 考什么都包装 好不好 好 这个是所有 妈妈妈妈最想要的 我们周美里 丘利林里长很热心 而且也很积极 然后长期在地方上 很重视 我们小朋友的教育 让小朋友 可以在这个 奖学金的活动里面 养成这种荣誉的心 我觉得也很重要 有一个这么样子 一个好的活动 就是有颁奖 然后我想说这个里长 还有我们地方的人士 对教育 这么样子的一个支持 对小朋友来讲 我想说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资源 代表台北投小是 我们周美里长 那其实周美里长 不止为小朋友 专举这个奖 别强 其实他对台北投小的孩子 各种包括交通的安全 包括生活的照顾 其实他都挖了好多好多的系列 那我觉得颁奖 这样一个仪式非常的好 给我们小朋友 很好的鼓励 那毕竟呢 还能在场上过程 需要那么多的赏金 那么多的支持 那么多的肯定 这个特地代表 学校的老师兄弟长 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 陈启鸿也提供 伴手礼共襄胜举 领完奖学金之后 回去继续要 听爸爸妈妈的话 然后好好用功读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在活动的意义 获得奖助学金的肯定 得奖学生都很开心 也强调会更认真努力学习 可以更努力学习 然后呢就为了上台颁奖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 比较需要金钱自主的学生来说 会比较有动力 可以奖励学生认真读书 对 对可以让自己认真一点 感谢大家这个邻里的支持 然后包含里长啊 一些这个一些社区的这个单位 让我有办法获得这个奖学金 然后有办法支持我的这个 学生的生涯 获奖的学生家长也觉得 予有荣烟 只说是一项很棒的鼓励 里长在这边办这个活动应该 好多年的 小朋友从上小 小一的时候 一直领到这里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不错的活动 鼓励大家一起 更棒的是这群得奖学生 不仅成绩优秀 还乐于参与地方活动 像台美国小五年级的李守恒 就曾跟着阿公当志工送餐 康乔林瑞安更与姐姐 共同捐出奖助学金 希望协助里长照顾里内弱势民众 形成一种正向善的循环 就是会遇到很多阿公阿嬷 然后呢 我们会把便当递给他们 他们会跟我们说谢谢 我们会跟他们说谢谢 在里长的FB上面 我看到那个北北很需要帮助 那想说就把 因为刚好得到奖学金 就想到我们姐妹的奖学金 都可以捐给北北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公共服务学习 然后也可以跟社区做一个连结 未来我想呢 从小他们就愿意 跟这个社会做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未来一定都是一个国家的栋梁 邱莉林强调 周美里奖助学金活动会持续办下去 明年目标扩大争取到600个名额 希望鼓励更多里内学子乐于学习 未来能成为造福乡里的国家栋梁 周美里在不在 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内政部长林又昌以校友的身份 出席国立机中96周年校庆 感谢学校栽培外 也鼓励学弟妹们 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而针对网路诈骗猖獗 林又昌表示 他已经亲自拜会LINE公司 LINE也会针对重大案件 建立红色通道 阻隔诈骗 首先我要非常谢谢历任的校长和老师的一个栽培 内政部长林又昌以大学长身份和议长同志伟一同出席金融高中校庆 对金融高中这几年不论在体育或者升学成绩进步很大 身为学长他特别的骄傲 所以我担任部长之后第一次回来参加校庆很高兴 那其中在所有的校长跟师生大家努力之下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一步 那而且在前两年我们还得到这个奥运的一个金牌 我还陪着蔡总统回校来表扬 那所以今天回来参加校庆 是以另外一个身份 过去用市长现在用部长 然后希望跟所有的师生大家一起努力让其中更好 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内政部长林又昌日前拜会通讯软体公司 希望能与赖公司一起打击诈骗获得相当大成果 诈骗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上任之后呢 从源头来进行管理 也就是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个这个投资广告 在不管是Meta或者是Google来下广告 未来都要采取实名字 而且行政院已经完成修法的一个动作 送到立法院 希望能够在这个会期能够通过 那另外我昨天特别去拜访LINE公司 就是希望说在LINE群组上面的这种诈骗 未来也能够被二指 所以昨天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果 就是我们跟LINE公司基本上达成共识 未来会开立这个红色通道 也就是针对重大而且急迫性的这些犯罪的一个案件 我们的警战署跟刑事警察局可以跟LINE公司 透过红色的通道来及时通报 那并且尽快的把它下架 让民众能够减少这个被诈骗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是昨天去拜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跟成果 林游昌成为金融高中史上第一位部长 不忘感谢学校栽培之外 也鼓励学生们多多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首次到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台北市议员曾献盈 执询市长时就提了两大方向 多促蒋万安带领台北成为防诈骗 以及预防额绍手机成瘾的第一名城市 台北市议员曾献盈在议会质询时 提到达安文山区是北市111年度诈骗案件数量最多的区域 前几天他接到选民澄清 说已经汇了几十万过去 后来发现果然是诈骗 也有选民被诈骗退休金 有忧郁症轻生的念头 曾献盈说台北市打诈绩效不错 但跟其他县市比起来 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警察局给我的是台北市民 去年被诈骗8亿2千5百万 但是今天我看了这个市政报告的第152页 这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是7亿9千多万 所以这个部分请警察局 会后再协助我们 这两个现况分析的资料既然不一样 好吧我根据警察局给我的资料 我开始去做分析 那么第一名台北市民被诈骗的第一名是 冒充公务员 也就是各31个局处首长 你们的机关常常被诈骗团体 冒用来欺骗我们的台北市民 那么拿到这个诈骗的金额 第二名是投资理财 那么我要请教市长 请问您知道 如果以议员的选区来讲 哪一个选区的民众被诈骗的案件最多 但安文三 是所有我们台北市里面的各个议员的选区当中 案件最多的 所以礼拜天我跟你开了三小时的会议 回家的途中又接到一个民众跟我乘请 他已经汇了几十万 我跟他说你这个很有可能是诈骗 请他赶快查 果然是诈骗 所以呢我们台北有科技战警中 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的警察局也说 我们台北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很棒的技术 警察通常也值得肯定 但是我要 我要询问市长的是 你有没有信心让我们台北市成为是一个最难被诈骗的城市 我们有信心 我们会继续持续加倍努力 因为这句话台南市已经先喊出来了 在今年三月 其实在上个月 我非常认真 每一个城市我都去看 他们在市政报告的时候 他已经喊出来 台南市最难诈骗的城市 他拦阻民众诈骗 绩效全国第一 我们看他好多的策略 还有警察局 再继续了解 我们看他的数据 其实台南曾经在105年的时候 他是那个提款的车手的天堂 超过一万两千件 那时候台北才九千多件 可是这几年过去台南一直往下掉 掉到只剩下1500件 我们台北现在变成是全台的 这个这个车手提款的天堂 那么在他们的发布的报告里面 我们台北既然是垫底的 那么165的诈骗当中 收理的每10万人的案件 桃园跟台北也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都是现况的资料 所以我期待 是不是市长可以把防诈骗 放入我们的施政重点 整合各局处的资源 包含我们的那么多的人才 那么民政局 还有这个警察局 教育局 资讯局 让台北成为最难诈骗的城市 市长是不是给我们市民 这样的一个期待 对 我们一定会把防诈骗 列为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另外 曾献营也请市长和教育局 重视儿少手机成瘾的现象 家长苦无对策 曾献营曾向台湾5000多位家长 做问据调查 回收800多分钟 有6成的家长发现 手机对孩子的作息 有相当负面的影响 我也期待市长 因为你有三个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能够重视另外一个 就是儿少手机成瘾的现象 因为现在儿少手机成瘾 已经在各个学校蔓延开来了 家长苦无对策 那么中国大陆 其实针对儿少手机成瘾 直接定位成为精神鸦片 他们有一个礼拜 只能玩三次 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的 防沉迷规则 这些都是针对未成年人 可是我们台北市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半夜还在玩手机 半夜还在上网 半夜还在打电动 学校家庭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针对五千个家长的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告诉我们说 六成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 认为手机对孩子的作息有很大跟相当负面的影响 半数以上的家庭常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冲突 那么YouTube啦玩游戏啦社群平台啦 还有这个教育局特别注意 手机对功课一半以上的家长都认为造成很大跟相当严重的影响 最后一题让我非常压抑 有六成二的家长认为他的孩子有手机成瘾的状况 我找了台北市四个学生的家长总会长跟教育局长 我们还有好多的一起来 对不起我还没有报告完 那个不要跳掉 那么这个不好了 对啊 那这个 所以呢是不是 是不是能够请市长 跟我们承诺就是说呢 带着我们整个台北市团队 第一个防诈骗 第二个预防额照手印 让我们这个成为未来的市政的亮点 我们绝对会把这种学校 额照手机3C产品成瘾的问题 列为我们接下来市政非常重要的一环 曾仙宇说 希望台北市府定出各级学校管理的政策方向 亲师合作也要重视家庭教育 落实亲职教育子职教育 这些家庭教育的重点项目 结合民间的团体 共同预防额照手机成瘾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AI人工智慧席卷全球 中泰美术馆以探寻人类本质为题 推出了全新当代艺术展 人生而为人 展览汇集了11组国内外艺术家 探讨自己与人 人与他者 人与环境 人与虚实交错的关系 邀请观赏者一起思考 生而为人的意义 中泰美术馆以探寻人类本质为题 推出全新当代艺术展 人生而为人 展览汇聚11组国内外艺术家 分别从身体政治与禁锢 内在对话 群体关系的构筑 以及不存在的存在 四个子题切入 透过雕塑 摄影 录像 装置 绘画 等多种当代艺术创作 重新诠释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 内容是以人作为主题 那当然 以人 去思考人生再次 我们人处在一个 不管人跟自己 或人跟他者 或人跟环境之间 有错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可是回到这个人的本质里面 那我们 这个回到这个本质 我们如何透过艺术的诠释 来看 来思考人的这样各种面向 来思考这个生而为人的这样的意义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我们这个展明 特别以这个人的部首 生而为人 作为这样的一个展明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是想去象征 就像我们在字典里面看到数百个 以人作为部首的 字所代表的 种种跟人有相关不同的 这样的含义 象征着人生际遇所造成的 合组成的人所拥有的各种可能 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想象跟思考 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来去探讨生而为人 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我们应该何以为人 展览中艺术家陈永贤摄影系列作品 CU与斗士7G 透过镜头语言 诉说传统市场中的场域 与人物的集体记忆 导引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人与空间的关系 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两件 第一件是CU 那CU是一个很多人比一个 CU的U的一个字型 那这主要是在新富市场 东山嘴市市场 那这个市场是在1935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第一代的 环境卫生的一个公有的市场 那因为年久失修以及战乱的关系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台北市有空袭 然后这些人呢 经理奠记的是有关 这个建筑物的一个记忆的空间 所以这件作品是连结人的身体 跟当时候的建筑的空间的形状 在这个U字型 他们比出一个U字型 那表示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经由疏离 经由迁徙 再度回到人的这个世界里面来 那第二件作品呢 主要是在讲 在这个传统市场里面 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时间跟空间 那这些空间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这边耕耘了一辈子 那这空间大概都是 大约是一瓶大的空间 非常的小小 那就透过3D扫描的方式 那进入它这个小小的空间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人 生存在这个空间里面 工作 生活 怎么样在人空间 时间 交叠之下 产生一个影像的一个连结 那这个影像连结呢 不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叙事 而且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一辈子 生命的一生的一个情况 非常的特别 那这些系列作品从2014年进驻 一直到2018年花了很长的时间进驻蹲点 观察当地居民 他们的生活作息 劳动的工作的情形 所以那时候进驻呢 观察到这一系列 慢慢的跟这些摊商 结交变成好朋友 慢慢走进他们的生活的状况 所以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参与式的创作 需要透过他们的身体的参与 透过他们的生命的参与 以及他们生活的参与的一个状况 才能够把这个作品做出来 艺术家迪杰生作品 和群系列一二 以不锈钢球体装置创作 进球上人像雕塑晃动与模糊的面容 如同人们摇摆的认知及情感 在与他人互动中不断变化 就是我和群系列 其实它不止一跟二 它一二三四五 就是会持续 之前持续的做一阵子 然后这个系列 其实是透过一个群体的状态 去反映出我们社会中 具有的某个潜藏的秩序 那在这个秩序体制底下 我们慢慢的形塑我们自己 可能透过外部的力量 去慢慢的形塑我们 可能潜在我们的印象中 可能某一种样貌 某一种身体的状态 然后透过这个群下方式去 试着凸显出 潜藏在里面的某种结构体 就是一跟二这个系列的时候 那时候我想透过这种晃动的方式 去呈现出一种 有点像是世界不是 绕着我在运转的感觉 我在上面 人在上面有种努力的平衡 跟它之间有一个竞争的感觉 然后同时又有一种 微妙的危险感 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一直持续 进行到球 彼此有这样运转的感觉 中泰美术馆 人生而为人展览 从4月22号起 展出至7月30号 期间也将陆续推出 讲座专家导览 定时导览等 多种展览系列活动 邀请您一同探寻 生而为人的意义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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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国家摄影文化中心 首次推出以抽象摄影为主题的展览 将寻常可见的景象 透过摄影家独具创意的手法 转化呈现 挑战大家观看的惯性 展览集合了25位艺术家 99件作品 表现台湾不同摄影世代的丰富风格 文化部所属国家摄影文化中心 首次推出以抽象摄影为主题的展览 由世新大学图文传播 继数位出版学系教授张光和担任策展人 展览以飞向巨像 理性与感性 顽形与物介质 四个展览子题 结合精心设计的展场空间 探讨抽象摄影的各种样态 那我们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巨像飞向 那是想要从宏观跟围观方面 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面 这些艺术家 他以一种英雄式的观看之道 那找到了 你一般认为很不起眼的美在那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是那个理性与感性 那我们也安排了台湾很有名的抽象画家的作品 跟摄影作品一起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些艺术家 他在理性方面的思考跟感性方面的抒发 可以做一点点对照比较 然后我们还有一间是叫做顽形 那顽形心理学里面认为 视觉元素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 很必然的 不用学就会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抽象的视觉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你就会用顽形的视觉心理来解释 那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美 然后我们最后一间是物介质 那摄影发展了一百八十几年 从类比的讯号到数位的讯号 这之间材料本身就有很多 可以产生美的讯息的做法 那我们收集了一些艺术家 在这一方面的创意 其实在各种的艺术表现里面 摄影是相对来说容易进入 跟容易被看见的一种 那我用那个John Berger的话来说 就是人类是先看 才学会语言 才学会说话 所以看这件事情 决定了我们的世界 就这浩瀚的宇宙到底真相是什么 其实无人知道 做一个小小渺小的人类 可是呢 不重要 他不管他是什么 我们看的内容 就决定了我们世界的样貌 那所以我想摄影家在这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摄影家是 在人类的工作里面 他是发现 选择 甚至定义 这个世界样貌的人 我们从摄影家的眼里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或者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或者发现我们过去没有 看见的世界 那我想刚刚在那个摄影的 这个展里面 其实大概就回答了我们很多这样的问题 不管是从最小的切面也好 从最大放大的极端来也好 或者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透过摄影 来创造的新的视觉也好 我想摄影者在这次的展面 就是已经走向 这个摄影的作品呈现的世界 不只是诠释 不只是定义 甚至是创造 抽象之眼展览 集合25位艺术家与99件作品 表现台湾不同摄影世代的 丰富风格跨度 观展者不只可以经由 艺术家的叙事手法 鉴赏摄影的抽象之美 更能透过作品反思 映射自身的经历 抽象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经历 没有这个东西 可是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我们 把眼睛回归到 美学最基本的几个元素 比如说形状 线条 质感 颜色 图案 图形这些东西 是它的优点 可以当作一个 视觉练习一个过程 但是这里面 又产生一个危机 这危机是什么 是单薄 你也很顺利 现在 视觉里面的世界 你跟着很丰富 可是没有深度 它之中就是 比较繁复 丰富的 图案设计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 我想了 大概可以有两个可能性 那一个是说 从摄影的观点 去看抽象 而不是从绘画的观点 去抽象 那我两期的都跟 摄影有关系 都是用光 那光之一股是在 在光倒在山谷上的时候 山洞里面的时候 这个具象的空间 跟抽象之间的变证关系 那这些照片 其实很像抽象 其实它有深度的 也就是反过来 所以这里面这个 具象跟抽象之间的 这个辨证关系 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那光带来层次 它有诠释空间 那另外一个系列 叫夜航 也是光 这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晚上飞机 看到的光的轨迹 造成影像 所以没有实体 甚至看不到 你不晓得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拍出来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里面这边 也牵扯到光是不同的 一个方式 那这里面光其实代表 是一种抽象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时间 长时间曝光 所以像光跟时间都是 摄影它比较特长的一种工具 作品名称叫做非虚构 那作品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是我对于城市中 一个不断在迭代的一个现象 来做的一个呈现 因为我个人是住在万华区嘛 那大家都知道万华老城区 它的那个建筑 其实拆迁了也很快 就有时候我会觉得 那个转角好像 曾经是什么东西 但我又忘了 那它下一刻可能就变成了便利商店 所以其实这个真实跟记忆间 其实我是作品是在做这个 这个落差感 我用一个数位的方式 就是所谓摄影测量法 因为这一次的作品 其实也是根据媒材 然后来纳入张光和老师 这个策展的概念里面 那因为摄影作为一个时间的记录嘛 那摄影测量法 其实包含了空间的记录 摄影测量法是什么 就是用我自己身体 去在这个空间中去行动 然后把某一个 把某一个空间的所有资讯 去记录下来 就假设这边是一个空间 我绕着这个空间 去拍每一个角度 那它就会包含 所有时间跟空间 都记录下来 我在这里面 好像看到了一个招牌 那可是这个招牌 跟其他这个整幅 画面的样子 又没那么显眼 又很像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幅很像一个重勇 重勇的样子 抽象之眼展览 即日起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 台北馆展出至7月30号 欢迎对摄影艺术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感受 抽象摄影画面带来的力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内湖污水处理厂 投入碳足机减量计划 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颁发产品碳足机 标签证书 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污水处理厂 每一粒方公尺 废污水的排碳放量是280克 卫工处方面表示 未来三年内湖厂计划 要将碳排放量降至225克 为2050净零排碳 进一份行李 在台北市公务局长黄一平 环保局长吴胜中与卫工处长陈培佳等人共同揭幕下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内湖污水处理厂成为国内三座 获得行政院环保署碳足机标签认证的民生污水厂之一 每处理一平方公尺非污水的碳排放量仅280克 更是全国最低 希望持续对自然生态与环境友善 我们把碳足机每立方公尺的处理 把它降到它的排碳量是280公克 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台湾三个污水处理厂 在整个碳足机的排放上面像是降得最低的 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的智慧自动化 跟我们的高效能的处理都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我想我们未来内湖污水处理厂这边还会继续在哪路 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生态环境 其实它的处理越加它的水值越加 对着周遭的包括水值的这个基隆河的排放 都有很大的提升跟帮助 那另外就是这样的排碳量 我们也希望说作为全国的这个领头羊 能够也引导一些相关类似这样 属于需要高耗能的一些处理厂 它能够多对社会做到进一步友善的这个社会责任 出席揭幕仪式的环保局长吴胜忠 肯定内湖污水处理厂投入碳足机减量的用心 不但有效降低碳排放量所产出的再生水水值良好 更成为环保局近年洗少街道降低阳城与减少空污的力气 节衣能的同时我想内湖厂它一直把水值做得非常好 它现在VOD差不多四左右 那暗淡的话就是三 那假如再生水的话它还做过力膜 这个我想这个对水值改善非常好 那我们环保局也可以用这个水来做洗澡这用 降低这个阳城 这个我想所以对环境空气污染帮忙会大 所以双重意义 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内湖厂今天有这样一个全国最低的这个碳排的这种碳足机 主管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方面表示 未来除了计划进一步降低内湖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量 包括明森 滨江及涉子岛这三座新的污水厂 也将采用三级处理 为2050净零排放尽一份心理 透过操作的精进跟节能设备的改善之外呢 我们希望可以在三年后把这个280克降到250克以下的目标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目前新盖的三座污水处理厂 明森 滨江 涉子岛都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 希望能够对我们整个水域环境有更好的改善 也可以将部分的水能够处理之后回收在地 用于市区做明森次级用水 可以为2050净零排弹贡献心力 内湖处理厂厂长高卒会表示 内湖厂主要碳排放源来自处理服务阶段的电力使用 未来将持续透过智慧节能系统 台湾老旧设备并采取高效能产品等方式 有效控管用电设备提升人员效率 落实北市府节能减碳政策 共同迈向地碳社会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公务局因应防灾应变智慧化时代 展示了台北市智慧防灾推动成果 透过水利署的LINE官网界面 民众就能掌握在地的水情 避难资讯 CCTV影像 在关键时刻收到及时的示警 水利署推出LINE界面 让所有市民都能共享 包括定位查询 在地水情 CCTV影像 避难资讯 灾害通报 警报器订阅等服务 掌握各种水情 我们信息即将来临 5月1号就算信息的开始 那我们其实在信息之前 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作业在启动当中 那目前我们有一些执行面的 或者操作面的成果 也想说 希望透过媒体朋友来帮我们 推荐给市民朋友 那我们主要是在水利防災这一块 我们透过了一个我们水利处的台北水利 当然前面是列列水利 它这个LINE的平台等于是用 一般民众最亲近的方式 就是在人的方面是用LINE的平台很亲近 那另外就是在时间上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 加值给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开放来使用 那当然现在我们会先就12个防災社区来跟它试 试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去Motify 会去滚动式检讨 那这样的推波方式是把一些市井的动作会做在前面 让民众在LINE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人时地 时就是能够在及时把这些相关的资讯市井出来 那第一就是我们现在LINE能够加入的这个市民朋友 是可以以它的所在的行政里 就是这个地点我们已经精细到用行政里来把这些水行雨量 相关的资讯能够提供给民众知道 那这个部分在目前来说本来的防災系统 我们都是一些可能跟学术界或者是跟校长级的合作 有些城市是我们官方在使用 那我们透过这一次把它释放出来 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来使用 近年来其实发生很多状况 比如说像前年的0604 那很多这个里长市民会打电话来说 这个地区淹水了 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做应变 淹起来了我也找不到防水闸门 也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架设 那再来都显示我们知道的情报 是似乎外面的人没有对接起来 他没有办法做相关的这个应变 那我们期待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希望透过民间也可以一起来公布门做好自己的事 那民间也可以做好自主防灾的相关事情 那透过我们已经掌握好这么多年的充分的资讯 来透过这样的平台推播到民众的身上 让他可以协助政府一起来做防灾应变的工作 那这样可以让灾水降低 我相信一次的淹水过后 如果灾水降低 事实上民众的产生损失降低 我想就可以安然的度过 也可以达到这个任性城市的一个目标 水利出的练练水绿台北水利赖官网 在防汛期间协助民众获得快速水晴资讯 非防汛期间则提供一般生活资讯 如气象和滨相关活动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LINE 因为我们过去思考过非常多的ATP 我们市府很多还有其他县市运用APP 常会去开发一个iOS系统 enjoy的系统 但事实上都呈现有根本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后来决定就是说 选择最简便的 而且也是台湾市民最常用的一个LINE的软体 然后来搭配我们这个后台相当多的 这个IoT的这个建策系统 将近有400站的这个雨量 水位还有河川 水位还有雨水下来到水泳机 抽水站的相关资讯 来做一个整合处理 来推播给民众 那在这个做法上面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这个系统 结合两个核心的一个 这个核心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从过去一二十年来 所有积水的状况跟降雨的状况 我们去分析完 做出一个资料库的对应 来做出警戒指跟预警这个资料 来做第一个核心 但第二个核心 我们也运用近三年来 我们这个公务局推动了这个 这个科研计划 委托台大团队来研究 有关于即时跟气象局合作的 这个雷达降雨预报的资料 来在快速的情况下 去演算出可能积水的区域 每十分钟演算一次 然后未来两小时的淹水几率是如何 然后透过这样的资讯 直接推送到地方上去 让民众有足够的时间 来做相关的应变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就是说 这一次我们可以让这个 你在乎的理 尤其你可以自选三个理 然后完成订阅 那后续达到相关的警戒指 他就会直接推送 是一种系统主动推送式的 而不是你要上去查询 你才会知道是直接推送给乃载 那再来就是说 在四月底我们这一方面 尤其在第二核心 在台大团队这一块 非常及时十分钟的运算 未来两小时的积水的这个状况 这是在过去三年我们实验的状况 他演算出来会一个 一个平面的一个积水的这个推算 我们会透过套叠相关的 你订阅的资料 如果有发生相关的状况 我们会即时的在他演算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们就推送到地方 那从三年来的经验 我们透过后续的把它拿出来 重新再review一下 那几乎至少都可以达到三十分钟以前 去了解到我这里可能已经这个水已经要积上了 那事实上就有这样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防灾应变 那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 运用这样的淹水这个模拟 这个可能淹水浅室的模拟 来套用到这个系统上来 而且首次来公开民众在自主防灾上的运用 那这一块现在已经导入了 那预计四月底在十二个自主防灾社区会先行运用 那民众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五月底 就会全被开放给市民来订阅使用 随着气候越来越极端 能够应变的相对时间也缩短 透过这项服务 期盼市民提高警觉 能在第一时间自主防灾 降低损失和危害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金融地检署的陈情信箱 有人留言说金融火车站被人放置了五颗遥控炸弹 警方紧急动员大批的人员 在车站内外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不过并没有搜出任何的爆裂物 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说明整件事情的原味 希望民众能够安心 市府打击步伐绝不松懈 借用火车站北站远景拿手电筒 推开门之后小心翼翼仔细搜索 把机房各个角落全都检查一遍 另一组人马绷紧神经前往月台 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小哥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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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地检署的陈情信箱 21日被人留言 说金融火车站某处 安装了五颗遥控炸弹 警方货报不敢大意 大批远警协同防暴小组 在车站大厅月台售票处展开搜索 并针对刑机可疑的旅客 进行盘查 这个恐吓案提到的留言 是说希望释放某些 在这几天 发生严重治安事件的帮派分子 所以我们觉得说 现在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积极地 把治安能够改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我们基隆市府 尤其是我上任以后 我们真的是对黑帮 真的是零容忍 从我们上任以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只要有任何作为 我们就是非常积极地 要来告诉市民 我们的决心 那我们觉得 此风不可掌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也要 这个除了 这个 责称我们 基隆市警局 跟铁路警察局以外 我们要恳请 更多的检警单位 要来尽快地 将这些 嫌犯神之以法 那我们再次宣示 只要有 嚣张的帮派行为 在基隆市的境内发生 我们一定会全力反击 完全不会 给予任何的空间 那最起码 这个是我们市政府的立场 那我们今天在考虑再三之后 也决定要跟市民朋友讲 请大家安心 生活跟通勤 跟交通造就 但是我觉得 民众有知的权利 我们仍然是需要 告诉市民 发生了什么事 及警方的作为 最重要的是要让 市民朋友了解 在张局长跟刘大队长 及全体 基隆市警察局 还有铁路警察局的 同仁努力之下 请大家安心 在第一时间接口 地检署的通报以后 我们就立即 这个报警地检署指挥 也通知刑事警察局 那也通知铁路警察局 那并由铁路警察局 派员 以及本局的监视科 拿相关的器材 到火车站 在徐站长的陪统之下 对这个厕所 还有公共空间 还有整个 南站北站相关住所 做一个这个安全检查 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任何可以的物品发现 所以也请市民放心 那这个案子我们 有根据这个 资料里面发现 他有的这个电话 是跟某警察单位一样 那他这个信箱的地址 以及这个E-mail 跟前不久跟 桃园捷运 以及跟这个高铁 桃园站的这相关恐吓的 言论的信箱是 是相同的 所以研判这个是 报纸报的 可能是 有一个姓张的路声 可能是他所为 不过我们还是 无万物重继续在深入 深半雅 结果警方地毯市搜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 可疑的暴猎物 金融市长谢国良 晚间也召开了记者会 向民众说明处理过程 希望民众能够放心 强调警方打击不法 维护民众安全 绝对不会松懈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行政院代理发言人表示 四街公投案违背宪法 及中央法规 已经发函 撤销金融市政府的 审查决定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 表示遗憾 不能理解 将在收到公文后 做进一步的决定 行政院代理发言人 罗秉承表示 金融市政府办理的 王省芝 领嫌所提公投审查决定 已经违背宪法 及中央法令 行政院已经发函 将金融市政府 审查决定予以撤销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 做出回应 感觉到相当的遗憾 因为毕竟公投 真的是人民拥有的权利 而提案人提案方 所做的一个补证跟修证 我们认为是符合地方自治事项 例如地方的环境等等 所以收到行政院 有这样子的消息 我们感觉到不能理解 不过实际上来说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 给我们发文里面实际的内容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等到 收到这些文以后 才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决定 至于后续动作 金融市长谢国良 表示遗憾之外 强调将等到收到公文之后 再做进一步决定 记者 黄少民将报道 散播假消息 也讨论的夫人 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金融市政府今天宣布成立iVoting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22号开放上线 民众可以针对公共议题提点子参与讨论和投票 市长谢国梁说实体公投需要在规定的时间点内进行 但透过金融iVoting则能随时表达民意 为让民众参与公共政策 金融市政府宣布成立iVoting平台 那我们这个iVoting系统呢 未来呢将尽快的上线 那上线以后透过联署啊跟种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基隆的民众 针对公共议题 不管市政府喜欢还是不喜欢 都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表达 那这也是基隆市政府在过去以来 第一次有这个公民这个线上的表达 即投票的系统 iVoting平台在全台22个县市中 基隆市是第18个成立的县市 未来民众可以针对公共政策提出建议 我们三个平台里面有所谓的提点子 跟仲开奖还有参与式预算 那提点子就是民众可以把他想要 让这个就是城市变怎样 那或许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他体验到的感受到的 希望提出来邀集更多的民众一起参与 我们的仲开奖是由各单位来提出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收集到更多的民众 对于这个政府单位提出来的议题 给我们一些指导跟指教 在我们启动的时候呢 还有民众的意见 一起来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参议 那再来就是我们参与式预算 参与式预算其实比较特别是 我们公部门跟民众一起来 就叫做提出所谓的候选方案 那大家一起来挑到底民众或公部门 政府率先先经过各局注释的一些统计 我们在仲开讲的部分 仲开讲是由机关来提出 已经累积了三个 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垃圾车播放音乐的问卷 现行的音乐是不是有机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在网路上能够提出各种想法 环保局也做好准备 你的意思是说什么样子的音乐就对了 因为有人说那个音乐已经几十年都没有改过 所以有很多人反映说是不是可以换个音乐 对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在其他县市也有讨论 但是透过iVoting这样的平台 基隆市这是第一个 其他县市像捷运的音乐太急促或者之类 那我们是针对垃圾车 第二个是我们因为竞选期间有一些广告物 在我们推动干净家园的空中的部分 那现在全局又快到了 是不是竞选广告物能够有所管制 这个部分我们也放在公共参与的iVoting平台上面 让市民朋友也可以有感而发或者甚至他觉得说应该怎么做 市政府我们会来纳入相关的参考 最后一个是在市政的这个一样在市容的这个整件上面 我们发现很多工地的围梨 应该有更美好更环保的围梨 像绿色植栽的围梨其实受到欢迎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iVoting也提出来 让民众们来一起帮我们了解 是不是这个围梨在哪里有张乱啊 应该怎么来做啊 这个部分成为我们市政府的伙伴 市民朋友的意见我们也希望能够吸收得到 市府希望透过线上参与的机制 让更多民众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即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 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路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哇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部的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查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